带着69胜 68败三合 央联第三的成绩 半生虎队在上个球季季后赛首轮 以下克上扳倒了横冰湾心 但到了决胜轮 仍旧输给世仇独卖巨人 中心打线不够力 从去年到今年都是虎军的一大问题 这几年的打线火力一直都是比较大的问题 他们比较缺乏一个中心打线的一个炮手 本来去年想要让本土的打仗优服 来扛第四方的位置 可是最后这个计划没有很顺利的达成 那去年他的成绩也算普通而已 另外一方面本身其实今年也是 花了蛮多心血在挖脚一些外籍的洋袍 比如说在大联盟 又打92%全力大的Justin Bauer 跟另外一名又打过大联盟 跟韩国之邦的Jerry Seth 可是在近期赛的部分 Jerry Seth已经没有说表现得很好 在开末不会再义军 那鲍尔在火力的展现方面虽然说不错 但是他对左头的这个弱点 从大联盟时期到现在都一直都没有改善 变其赛的时候他们碰到左头 一直安打都没有打出来 比起半神全力打和德芬 在联盟都在后段班的数据 投手战力上团队3.46的防御率 可说是傲视群凶 但去年重度仰赖先发的情况下 今年能不能如法炮制可不太好说 今年的板神先发的投手战问题可能会稍微多一点 除了王牌投手系统会以外 其他人的变数其实是比较多一点 他们原本有打算让年轻的高桥摇人来扛先发的轮值 但变其赛表现并不好 那可能开幕不会赶上义军 那接下来就是要看像是青柳黄阳 秋山拓氏以及严正幼泰 这几名大概27到29岁 算是终生代的这些投手 往好的方面来看就是板神队的牛棚阵容 虽然说走了江城跟Dori这两名羊头 但因为他去年有非常多的一些年轻的投手补上来 陈健跟陈酸球的两名投手 其实表现也都还相当不错 不管是铁牛棚 还是打线上两名老将 秘境迦南和浮流校界 这些都是板神主打的稳定战力 但有了基本盘 战机能否再突破 得看终生代或羊炮能够发挥多少作用 RITU新闻采访报道